终于做到了 当地时间8月8日晚 在巴黎奥运会拳击女子54公斤级决赛中 中国选手长远战胜土耳其选手阿克巴什夺得冠军 拿到中国拳击队本届奥运会第一块金牌 这也是中国女子拳击奥运首金 北京时间8月9日一早 在河北石家庄行塘县长远家中 早早坐满了来观看比赛的亲人 当长远夺冠的一瞬间 她的父母相拥而弃 比赛打完以后 她胜了 我她全部的系她都发出来 也非常激动 在巴黎前夕去北京见我姐姐 跟她说 我姐姐加油我相信你 家永远是你的后盾 圆梦了 圆梦巴黎 开始列这个拳击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到现在 总理就是说圆梦在巴黎 在长远家中的一处柜子上 摆放着长远获得的各类奖牌和奖杯 长远父亲常国军介绍 常远小时候活活好动 13岁时河北省女子拳击队到学校交流 常远主动找到教练 开始练习拳击 常国军说通过这次比赛 他看到长远进步很大 他表示长远在上一次杭州亚运会的失利 为这次圆梦巴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韩国军说现在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等长远 长远回来之后亲手为他做一顿老烧鱼 回来我家炖一次 他对爱吃一辣 什么鱼 一样都是老烧鱼 家里被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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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